哇 朋友们太美了 美丽十三峰 美丽雪山 今天还真的算是给面子了 早上七点钟 带你跑去 外面遛一遍 好冷啊 昨天怎么房车停在这 二点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因为起床的时候 这边的云是很少的 但是现在过了一会儿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 已经遮住了一座风了 马上要遮住第二座风了 那个风尖尖还能看得到 这座 这座风还看得到 现在只能像两座风的看得清了 过一会儿 感觉会不会都遮上 现在太阳还没有 还没有生气 我们下期见 我们昨天就把房子停在这个民宿的门口 其实停在这位风景也很好 巨棒 前面就是梅里十三峰 我早上的时候看到了日照金山 那是现在这个点 全部被云雾折成 我们现在准备去吃饭 去德庆县城里面吃饭 因为这边周围附近吃饭太贵了 昨天吃了那菜肉痛 我们把车停在这个德庆县城 它这个县城是一山二县 整个县城里面的房子就跟重庆是一样一样的 我们直接在这里吃川府饭店就来这吃了 点两菜吃个三 三个菜 我一个人的话吃不到三个菜 两个人可以来饭店 炒的就地道 第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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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 斜鲜 一桶饭 在川藏颠藏县 找饭馆吃川菜 绝对没毛病 到处都是川菜馆 还有个最爱 饭馆吃川菜 还有沙特饭馆吃川菜 可以的 可以的 嗯 嗯 嗯 好 阿弥陀佛 求子 求学业 求事业 求健康 求全家福 求平安 哇 还是这边看爽 哇 这边看真的爽 这边看真的爽 哇 同学们 这边看得真是太爽了 你看那边的冰川 都看得真真切切 太神圣了 三个人准备 徒步到 这个魅力雪山 国家公园的那个观景台 因为我的房车 房车太高了 它上面有很多种金帆 这边路上面我是开不上去的 所以说我们准备走上去 一共就两公里了 我们就走上去 跑 跑起来 好热 去 忒热了 走两步就开始喘了 闹麻了 放上去 找到菜派了 都臭老了 都皮肤裂 裂火了 裂火了 那你把我抓到路进去啊 没有 路进去的也 我给你解脚一下 真的 不行了 这个上坡也太上坡了吧 你没事吧 妈 你给笔记碰地打到我里面脑 他说感觉蛮好 我给笔记碰地打到我里面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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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波加油 三块 等于说他就是有几支门票的 对啊 你待的时间长他的门票就越贵 这个金沙江大湾我们没看过 昨天来MAY雪山的时候 忘记了回去的路上也路过 这边 这种地方都在客户 看一下吧 我的位置这么开到这里来了 还真是浙江的你看 咱们的消防车前在这里了 金沙江大湾 这边类似一个服务区 也算是一个景区 估计也是收挺着费的 进来就是进来的体格费就是你的景区门票钱 这边是三江病柳 哇就这个湾 这一个小 这个湾好像哪里谁在哪里 这个很有名的啊 这个很有名的 什么东西呢 金沙江大湾啊 三江病柳啊 这个湾啊 啊 这边一个湾 这边一个湾 三江病 这边无人机不飞了 风太大 啊 哦 开阔 那里我们都能叫开下去的 我们就要开到那里的呀 啊呦从这个角度拍视频 老带感的 可以 很好走 哎呀 太宽广了 走继续出发 哎 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服务区的地方呢 他都是四叶级景区啊 不是 他介绍美里雪山 哦 美里雪山 美里雪山它有景区吗 我怎么没找到 就是整个雪山呀 三江病柳 国家级风景名声区 三江病柳 美里雪山风景 不过这个 这个服务区啊 我愿称为 中国风景 最绝的景区 给我们看一下这个服务区啊 进来呢全是停车场 门口呢是一个 减餐冰淇淋 小吃甜品 这边呢 美里雪山服务站 这 这个服务站也是一个景区哦 算是咱们全中国 风景最好的服务区了 真的风景最好的服务区 你看这四个 四个大杯 这个被称为风景 咱们全中国风景最好的服务区 没毛病嘛 没啥毛病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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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是三江病柳 最著名的一个景区 大家在等于上面 应该看到过很多东西 太漂亮了 然后在这边下面 还有一个观景台 最美最鲜最壮阔的 中国服务区 美里雪山服务区 没离雪山服务区 走了 出发 看一下啊 这服务区收费多少钱 这服务区也相当于 旅游景点 对 也相当于旅游景点 这服务区也相当于旅游景点 看看收费多少钱 三块吧 我们进来差不多十分钟这样子吧 十分钟 他这个蓝的干涉是肯定要收费的 进来看一眼这个风景 十分钟要多少钱 三块 三块 十八分钟 十八分钟三块钱 十八分钟 十八分钟 十 pię